刚才我们说到一个17岁的女孩子 一个人在异地生活的一定很不容易 我想但凡在异乡生活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 那么对于婷婷来说 她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如她所说的那样 虽然辛苦但是很幸福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婷婷的心里话 我知道她这样就爱我了 可是但是她不爱得有点变态了 让我有点害怕 在她的心里我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孩 其实不是的 在我四年级开始 同学们就说父母怎么样怎么样 我也没办法 我只想跟他们合得来 我就说我骗他们 说爸爸妈妈对我怎么好怎么好 然后我爸爸妈妈偶尔会打电话 威胁我怎么样 说你不回来的以后永远都不要回来了 这样子让我想回家 变得怕怕到回家 怕回家以后会爱她 从婷婷痛苦时流下的眼泪 我们可以看到 似乎有太多的不应该 发生在了还不满17岁的少女身上 从小就被父母寄养在不同的地方 在缺少父爱母爱的环境下长大 致使婷婷的身上 有着比同龄人更强烈的自尊和倔强 在这个花季的年纪 她应该像其他同龄的女孩一样 无忧无虑地在校园中学习 对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 然而此时此刻 这个女孩却选择多次离家出走 独自在外工作 开网店 婷婷告诉我们 一个人在外的生活虽然艰辛 但她是靠自己养活自己 她对未来同样有着憧憬 而对于家 对于父母 她想念 但却不愿意回去 那么 在今天复活天使的调节现场 婷婷最终能原谅父母 重归于好吗 爸爸妈妈在看到这段短片的时候 表情其实挺难过的 尤其是妈妈 一直眼睛里都含着眼泪 对 这肯定也是我自己 以前没有做得那么好 复律她的感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不愿回家继续受父母的管制